今天他把交易或者是真實的環境帶進來的 好 我們說在定期盤準制之下 我期貨 或者是我假設我要做結算的話 比如說好了 最近很多人都開始什麼 做季報 季報呢 一定要是什麼 你要知道這個 存貨 我才能夠得到消貨成本 我才能夠知道水利的結果 但是呢 在年度當中呢 我要去做盤點 是多麼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好 上次呢 我才碰到一個 從安重慶 情業重慶 那個從台北下來 他說到台中 我不曉得你記不記得 應該是去年剛畢業的 那前 去年畢業的同學 他是我回印象最深刻的 他算回跳國標舞的 周瑜去跳 那他回來了 明天回來 他是說 他去台中盤點 那盤點呢 那我說你去盤點什麼 他說他覺得 會計是整個工作 那有趣的 他去盤點 他說要去盤點一些石化廠 那石化廠呢 其實是生產那種 什麼TV線 什麼那種粉末 那都在槽子裡面呢 他怎麼去盤點呢 他說他們要爬到上面去 比如說這個整個槽子的深度有多長 譬如說去十公尺 那他盤到最上面呢 放一條繩子的錘子這樣 看看什麼地方碰到了 再把它抽起來 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有多長 就可以知道裡面有多少的庫錘 好 這是他們去做盤點 這些都塗好文的 那當然這個 它不是很高啦 如果它那種是三十公尺 五十公尺的槽子那麼長的話 你有去高證的話 那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 那就說了 如果我請 像我採取的是定期盤點去 那我現在就先要估算一下 老闆說 欸 最近大家都在公布說 明年要 這個明年年初 年終獎金要花多少 那我也不會想這個 先知道一下我們的公司 今年的盈利狀況 至少前十個月嘛 現在已經十一月份了 前十個月的盈利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當它來估計一下 我們可能可以有多少的年終獎金 那你說 那老闆 因為我們採取的是定期盤是不是 你就要辦工廠 全部停工 才能夠盤點 那老闆還要做這種事情嘛 你全部停工盤點 可能要等個三天 盤點一天就好了 可是一天它損失多少的產值 好 所以它不可能這樣做啊 它不可能這樣做的時候 你只要用什麼 估計 說話講 我們存貨要估計 好 為什麼要估計 因為你採取的是定期盤存置 如果你是採取的是永續盤存置 你不需要估計 因為你上上就可以知道 你有多少的存貨 多少的消貨成本 但是定期盤存置之下 我不知道 我的存貨有多少 消貨成本有多少 所以我必須估計 我有多少的存貨 才能夠推出 我有多少的消貨成本 那當然一個 我為什麼要估計 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採取定期盤存置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只要估計 我並不... 也需要估計的原因是因為 我只要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其實算是一個大概數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去盤點了 火災燒光了 我怎麼知道火災之前 我有多少收的東西呢 所以一種是沒有辦法實力去盤點的情況之下 我也只能估計 不過要估計我有多少的存資 我才能夠跟保險公司要求理賠 好 所以我第一個要告訴你 出貨估計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採取定期盤存置 好 那另外一個 因為你需要估計的原因是 或許你只要知道的大概數 或者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實際去盤點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 你怎麼去做估計 所以怎麼去做估計 這是一個技術性的東西 但重點 你要先知道為什麼要估計 好 你們應該在大陸也教過存活估計的方法嗎 好 你不要做一個 那些成本有一種假設 不是估計 沒看到什麼東西的 好 你們幫你進去遙漏了 好 那旁邊 開一顆精度的同學 好 那旁邊三顆精度的同學 很快點 可能可見你一定要記很久 好 所以這個存貨顧忌的方法 有什麼存貨顧忌的方法? 別得了 好 存貨顧忌的方法 好 存貨的顧忌方法有兩個 一個叫做毛利率 根據我們說估計 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大家一直在看 好 我告訴你寫在哪裡好了 因為你同學的就講說 通常不懂得找到哪裡去 好 我先很快大家看過這個存貨數量的 第一個 在226月存貨 存貨制度 好 告訴你 因為我知道存貨才會知道消貨成本 因為我有盤進來的存貨才能夠有消貨成本 好 那存貨的表達 它寫出馬脈力跟製造業 製造業目前我就不管它 因為製造業是 我們的成本關係才去取它 你看看也可以 因為不是差異性很大 那再來存貨的管理 存貨的制度 有永續盤存 定期盤存 好 修正的永續盤存 你看一下 好 這是 介於永續跟製期之間 有一個叫做修正永續盤存 好 那盤存制度 好 你可以看一下施力一 就是它用的快速克服的不同 那存貨的數量決定 好 再來第一個 這邊存貨的數量決定 其實我們應該在講 存貨的錯誤的時候沒有 好 這個存貨數量決定 我們先跳過這個暫時 因為我們要講 這個什麼是你的存貨 依所有權來判斷 好 這個我們暫時先不講這裡 我們先跳過來 因為延續我可以版上寫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是 所以這邊我下個禮拜 要補充講這個地方 6.2存貨數量的決定 好 然後再來我們剛剛看到 然後呢 存貨這個是 下個禮拜我會去補充這一塊 因為今天你們來 還沒有辦法講到這裡 那存貨第一個 看一下它的成本的決定 好 然後呢 有進貨折扣的快速處理 好 這是223頁 237頁所想的 然後總額法被 總額法進額法 好 這是我們在市例3所講的 好 市例3所舉的例子 那再來成本留用獎設 好 剛剛我們看到呢 它的成本留用獎設 一 先進先出 再來是 市例5就講 市例5 好 加權平均2 加權平均 好 那如果呢 你是那個 定期永續盤存值的話 你就是移動平均 好 在這邊舉這兩個 但是呢 基本上 要讓你知道 如果你是那個 永續盤存值的話 你的成本 你的平均成本是移動的 好 所以市例5的就是先檢視 好 我們的成本的決定的 這個成本的這種假設 那再來存貨的後續評價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延續剛剛6點2的 就是存貨我們期末要評價 那我們還沒有講到期末評價 好 我們還沒有講到期末評價 評價的部分 我們要先把它放著 我們現在講的是 存貨的估計的方法 247頁 因為存貨估計的方法 它比較有一點點 有一些東西要特別去瞭解一下 所以我們先講到247頁 好 存貨估計的方式 我先看看為什麼要做存貨估計 因為你才解釋是定期盤存值 好 那再來我們估計的方法有兩個 有毛利率法 另外一個叫做零售價法 那毛利率我們講估計的時候 通常你講過估計它一定是什麼 它一定要有一個參考依據 那最簡單的參考依據就是什麼 根據歷史資料 好 所以我們所有的估計 最常採用的參考依據的數據 就是歷史資料 所以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 那我有多少的 消貨的收入裡面 有多少是我的毛利 那毛利怎麼算出來的 毛利率怎麼算出來 就是我的消貨毛利去除消貨收入 進額 不是總額 好 消貨毛利率的計算是 消貨毛利去除消貨進額 好 所以這個你先知道毛利率 所以根據我歷史的資料 我知道呢 大概我的毛利率假設是25% 好 那我剛剛講定期盤存值 我是每次賣的時候 都可以知道我的消貨收入 但消貨退回也都一樣 都會產生 這個我看去經濟上都會看得到 所以呢 我在我的上策上面 可以知道我的消貨收入 進額 所以我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裡頭 知道我的毛利率是多少 那我的消貨進額裡面 乘下我的毛利率之後 就得到我的消貨毛利 那我消貨收入進額跟我的消貨 我本音會提到 你先不想到我